神中科 耶稣 我们唯一能求告的名 神之后, 和我一同警醒 当基督感到祂与天父的联合受到破坏时 祂唯恐 担憑自己的人性 对付不到眼前和黑暗权势的斗争 从前在旷野的试探 人类的命运一度陷入危机 在那个时候, 基督得胜了 如今, 撒弹要来做最后的挣扎 祂曾经在基督三年的服务时期 为这一次的斗争做准备 这一次的斗争对撒旦是关系重大 他如果失败 他掌权的希望就会告吹 世上的国终必成为基督的国 他自己就要被击败被赶出去 但是如果能够获得胜利 世界就要成为撒旦的国 人类也都必永远处在他的权势之下 这一场决定胜负的斗争 已经放在基督面前 他的心因怕与上帝隔绝而充满恐惧 撒旦告诉基督听 他如果站在罪恶世界那边 这种隔绝将会是永久 他将会与撒旦的国同列 永不再与上帝为一 再者 这一次的牺牲所能得到的收获是什么呢 世人的犯罪、作恶和忘音负义 看起来是多么没希望啊 撒旦向救赎主强调 当前局势最恶劣的状况 那自清在属世和属领的权利上 都超过他人的百姓 已经拒绝了你 你本是诸观认许的印证 忠心和基础 这些应许原是以他们为特选的子民而向他们发出的 这些人竟然切发杀害你 你自己是一个门徒 虽然听过你的教训 并曾积极参加教会工作 现在却是要出卖你 你最热心的门徒之一 也都将会不认你 而且所有的门徒都要离弃你 基督一想到这一道 不禁干场钻断 又想起过一些他要拯救 并且深深爱护的子民 竟然参与撒旦的阴谋 这个使他极其痛苦 心如刀割 这一次的斗争是非常可怕 其Katley的程度 应以犹太国的罪恶 控告基督和出卖他之人的罪恶 以及恶在那恶者手下全世界的罪恶来恒冷 世人的罪恶 都重重地压在基督的身上 上帝对罪恶的愤怒 几乎将他的生命摧毁 好了 基督只是考虑为人类的生命 所要付的代价 他在极度痛苦之中 紧紧腐伏在冰冷的地上 似乎是免得自己被逼离开上帝太远 大家可以延伸阅读 《历代愿望》 原文686、687页 值得大家一起深入思考探讨 我们是否能够承受 因我们自己的罪而产生的负罪感呢? 今天神中科的时间就到这里 让我们不住讨告 直至所有人都呼求耶稣 那超乎万名之上的名 欢迎大家明天和有时间再次收听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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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宝莉 区域伏 grat